嗨大家好,我是泡泡 大家发现一个现象没 人老了,开始怕子女了 这是为什么呢 我有个同事跟我说 他父母这两年身体不太好 开始对他言听计从 生怕惹他生气 尤其他爸现在是不敢反驳他 因为他小时候都是父母说了算 他在家是零话语权 直到他这些年工作赚钱多了 丝毫不需要看他们脸色 然后前几天我跟另外一个朋友吃饭 他也聊到这个问题 他说他爸现在也特别害怕他 我说为什么呢 他说我爸现在但凡敢 大点事跟我说话 我直接叫他滚出家门 也别说我什么不孝顺 我永远忘不了他三十多岁 每天喝的烂醉回家 有事没事就把我揍一顿 现在我一米八大个儿了 他很害怕我 当时听他说完我恍然大悟 打不过当然会怕 咱就没有见过那些年轻的时候 对子女真心爱护 照顾有家的父母 年纪大了会害怕自己的孩子的 年纪大了怕自己孩子的 都是没有跟子女培养出真正的亲密关系的 然后我又想到一件事 我之前采访过一个女律师 她在说到她母亲的时候 是一种非常复杂的情绪 她说她在家是排行老二 从小她母亲就不是很喜欢她 而且很喜欢打击她的自信心 比如经常说她长得不好看 说她非常胖 后来这个律师独自到北京来打拼 最后做了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 非常成功 她说现在她回老家的时候 母亲对她非常客气 这种客气里面可能带着一种回避 或者一种亏欠 或者说是一种害怕 风水轮流转 成年人总是要为自己的行为买单的 只有那些年轻的时候 本身就是混账父母 对孩子非打计骂 那么到了晚年 怕孩子是正常的 因为心里知道 以前亏待了孩子 有些心虚 更怕孩子像自己欺负他们似的 欺负自己 那些在自己盛年时期 孩子弱小的时候 对孩子忽视 打压控制 批判伤害 让孩子对其产生惧怕情绪的人 到了自己日渐衰老 子女慢慢走向盛年的时候 以前那套就不好使了 因为小孩子离了这个家 便无处可去 只有默默承受 但是长大了 则随时有掀桌子的权利 大不了我去别的城市打工 你还能拿我怎么样 如果父母有能力 在孩子长大后 还能提供金钱 或者社会资源的帮助 那么大概率 还可以维持一种 稍微紧密的关系 因为彼此互相有依靠的那一面 但是对于大部分平庸的父母来说 既提供不了什么实际的帮助 又找不到跟子女相处的新方法 于是就陷入了迷茫和惶恐当中 我在网上看到一个人分享 说她的爷爷快八十了 一分钱退休金没有 但是并不怕她 但她父亲才五十多岁 就非常怕她 你猜为什么 因为她父亲年轻的时候很混蛋 不仅跟她妈离婚了 还经常对她语言暴力 恶语相向 那么现在她有稳定的工作 那么她父亲和她的老婆 也就是她的后妈 现在都很怕她 所以说人与人之间是需要真心换真心的 孩子小时候 你足够的爱孩子和孩子亲子关系良好的人 即便是老了 面对孩子的时候也不会有什么害怕 因为有足够的情感积蓄 而那些在亲子关系当中 情感积蓄不够的人 对孩子的情感投入极少 甚至早就透支干净的人 可能会更怕 所以年轻的时候脾气差的人 老了之后反而会变得更加温和 从前在孩子面前非常不耐烦 或者很凶的人 老了之后反而会变得异常的耐心和小心翼翼 所以说心里有愧才会害怕 问心无愧 自然无所畏惧 你们同意吗 你们跟父母之间是怎么一种相处关系呢 欢迎一起来讨论 我是泡宝 感谢收看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